中国政府的管控是人民币汇率风险的最重要因素 当前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而市场通常是倾向于顺其自然 一些经济数据在引领市场动向中起着重要作用 您认为本周哪些事件需要注意呢? 事实上我认为市场的形势将会逐步的起稳 这里有两个原因 首先一点是石油价格的稳定 同时生产量在慢慢下降 其次中国政府志在稳定人民币汇率所采取行动 我们也都知道前段时间中国央行对汇率有进行过干预 目前为止经济基本面好坏参半 许多经济师们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伴随着风险存在 虽然我不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但我认为当前市场是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日本近期工业部门 PMI数据并不是最为积极 分析师们很难判断日元升值的原因所在 也许这是因为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已发的 您如何看待呢 日元的确是出现了上涨 这完全与预期相反 近段时间以来 很多投资者都在未来美联储可能加息之前 将目光转向日元这个汇率相对稳定的货币 大家都知道 日本经济严重依赖于出口行业 日元升值无疑对这个行业产生负面影响 这也是近期日经指数出现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 周初欧元对英镑 英镑对美元都出现下跌 而本周末期将会在中国进行G20会议 一般来说在危机时段 G20国代表的发言都会比较乐观 但随着时间推移 也变得不那么被人重视了 那么中国是否能够重振G20的影响力呢 我认为此次例行进行的G20会议 将会与网接纳班没有什么特别 虽然各个国家代表都表示会积极采取行动 但在我看来 此次会议之后未必会有很大改变 此外作为峰会的一部分 期间还有各国财长与央行行长的见面会 摊及中国 该国近期的经济表现无疑是在恶化 我希望中国经济能够避免经济指标急恶化 该国央行已经使用了各种货币政策的调整工具 在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另外一方面 中国政府也不希望在此期间 过度放水造成新的信用泡沫 因此他们的手段还是非常灵活的 但是也是相当积极 总的来看 我并不认为例行的G20会议会对资本市场产生很大影响 尼克 那么本周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件呢 本周需要注意的数据无疑是美国和英国第四季度GDP数据 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耐用品订单数据 近期美国商业投资表现令人失望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中国方面的任何经济数据 现在的关注焦点都会逐渐的向英国转移 这个国家是否退出欧盟的民意调查结果 可能会对汇价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目前已经看到英镑对美元欧元汇率发生了很大变化 尼克非常感谢您的一节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